好吧 来看看今天有什么病患上门了 今天是这个 这个可以讲一下 这个发黑腐烂其实就是菌 Fungus 英文叫Fungus 就是一种真菌 真菌 其实我们最近很流行吃 那个什么 肠胃道那些东东 那个其实也是 你看它的腐蚀能力很强 Fungus 真菌 木材被 腐蚀成这样子 所以这只肯定要换 然后呢 我去收集这些油 倒管的工作人员 摆好几年了 我看这个摆了 从我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 那个摆十几年了 十几年以上 所以我可以确定它的干燥度一定非常好 好 这个就 你看这个 断裂 不知道当时当年的人 靠近一点 怎么蛮力去打 我不记得我们有什么招这么恐怖 怎么会把剑给劈成 劈成这样子 实在是 那这只可以怎样呢 这只 我发现它这个 底下大概有四十公分 四十公分就可以做一只 做一只 那个小小太刀斜拆 其实那个 木刀的长度没有一定喔 它不是什么很严格规定 它纯粹就是看你的 你的那个手握起来的感觉 还有你 你自己挥起来的那种感觉 你喜欢什么长度都可以 这不是一个严格的要求 那它列这里 那我 上面也还可以用喔 所以这只可以做 这只木料可以做两只 它就是肚子这边裂而已 上面这一段也差不多有四十五 四十五 快五十公分 所以这只刀可以做两只 打坏了就变材料 所以这个木头这种东西 不要乱 不要以为说 这个 奇怪 是怎么打的 我们真的没有那么 抽残 不知道怎么说 说到减 这样 好 这个也是Fungus 真菌腐蚀 那这只的话也差不多有 从它没有列的地方看的话 大概也有五十公分可以用 你看 这个可以做一只 而且它上面还可以做一只小刀 做一只短刀 我们有时候在用那个短刀 短剑取的时候 可以做一只小短刀 所以这个又可以做两只 玩这些东西就是 你会运用材料 你可以做很多东西 不要以为说 有一点小缺陷就不要 这个就不用尝试再去黏 用胶黏 黏不住的 因为我上次那个刀被打坏以后 我有用胶去黏过 没有用 它这个裂了就是裂了 你看这个裂了大概二十几公分 前面这一段可能没有什么用 就只能剩一个这样握柄而已 然后 我这底下可以用很多 底下可以用到地方 大概可以用 快六十公分了 所以他这个可以用 可以做一只六十公分的刀 好 所以东西是看会不会用 不是说坏掉就把它扔掉 这都可以改 甚至可以改成小孩子用的刀 你看他也是这里坏掉而已 这个地方 下面可以做一只小 或者是说 其实他这整只都好的 我发现他就是坏肚子这个地方而已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改成 也是差不多改成 两只斜拆 一只大概55公分 因为这个标准长度 一只都是大概102 全长102 那你除以2 一只可以超做50公分 50公分 两只50公分 或者是一长一短 这样这样 这样之后可以来决定 今天又有得完 我整理的那些刀刀又可以 有时候呢 其实并不是说因为省钱才来玩这些东西 当然你要去买 买也是可以 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买不到你要的 你买不到你要的尺寸 那就是自己做 对啊 有的时候买 买并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 这个自己动动手 其实挺好的 好了 我们看看 这个我等一下怎么来做这些东西 这个选料 如何运用材料 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好就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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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